关于这个由黑暴衍生出来的校园欺凌的整体事件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有毒的肿瘤 但是也不幸地 这个所谓凌容忍的立场 不幸地我们是看来在现实的情况 看不到是真是落实到凌容忍的 我想说得直白点是两个层面 第一就是说 老师自己本身都带头做这些欺凌的行为 这个就是他们老师自己已经失德 学生就更加有此无恐见到那些先生都这样欺凌 究竟学校或者教育局介入 去处理这些相关的失德老师 他自己有份去因为 政见的不同 去歧视那些学生 去欺凌那些学生 因为他的家长是警察 带头去做一些欺凌的行为 等等的时候 这些系列的行为 你们有没有作出处分 你们的介入是怎么处分 是否可以让到那个老师可以停职 各位朋友如果想收到我们最新的消息 麻烦大家分享留言 赞好订阅 我们的wechat facebook youtube 多谢大家 多谢你